年金改革上路已滿六年 國民黨今年重返立院最大黨 軍公教團體遊說檢討年改 遲遲未有進展 哀批打假球 因此國民黨十二月五號 司法法治委員會 將排審公務人員退休 之前撫恤法修正草案 擬將現行版本的所得替代率 每年遞減百分之一點五 修改為二零二四年開始 停止逐年遞減 只是年改姿勢體大 現在若是喊咖 在其他人眼中 卻是繼續保障公務員生活 加劇勞工的相對剝奪感 另一方面 藍營內部也有聲音認為 得顧慮社會跟年輕人觀感 應該要取得更多共識 也要考慮後續政治效應 想拼本會期三讀通過 民眾黨團的態度也是關鍵 年改直接關係到人民荷包 跟退休生活 若執政黨對在野黨 扣上反改革大帽子 恐怕讓民進黨找到切入點 再次喚起群眾運動 記者是孝珍 蔡筆庸 台北採訪報導